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段要跟各位介紹女性生殖系統 首先我們介紹女性生殖系統主要的器官 這些器官是位於骨盆腔內以及回音部 其中包含軟巢 舒軟管 子宮 陰道 以及會在回音部的外生殖器 位在骨盆腔的女性生殖器官 它會被上面的腹膜所覆蓋 腹膜當延伸到舒軟管 卵巢 以及子宮側邊時 我們把改名叫做 擴韌帶 Border ligament 藉由這些韌帶幫助維持這些器官的位置 接著我們介紹個別的器官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介紹軟巢 OVERIN 位在骨盆腔壁上的軟巢 它會由兩條韌帶所固定 一條韌帶我們稱之為 OVERIN LIGAMENT 軟巢韌帶 它會從軟巢的內側端 連接到子宮的側邊 另外一條韌帶 它是從上邊延伸下來 這條韌帶我們稱之為 旋韌帶 Suspensory ligament OVERIN 軟巢旋韌帶 裡面主要的結構 含有 進出軟巢的血管 淋巴管 還有神經 接著我們介紹軟巢內部的結構 這是一個軟巢的模型 在軟巢的外側端 這邊連接的韌帶 我們稱之為 Suspensory ligament of OVERIN 軟巢韌韌帶 在軟巢的內側端 所連接的韌帶 我們稱之為 軟巢韌帶 OVERIN ligament 分佈到軟巢的血管 它會形成分支 穿入到軟巢內 這是一個軟巢的切面 我們可以區分 成兩個部分 在軟巢靠中心的部分 有許多大型的脈管 血管已經神經分佈的這個地方 我們稱之為MADALLA 水質 靠外層這個部分 我們稱之為軟巢的皮質 Cortex 在皮質有許多的軟炮的結構 FOLICLE 在每次軟巢週期 會有濾炮成熟 排出軟巢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階段的 軟炮的構造 這個比較小型 的軟炮 我們稱之為 PIMODUFOLICLE 原始濾炮 這軟炮中間 主要是軟細胞OVERSIDE 以及周圍的濾炮細胞 當它開始發育之後 它會形成 初級的軟炮 PIMODUFOLICLE 接著 它會 再增生 形成次級的軟炮 我們把它叫做 Secondary FOLICLE 它主要的變化 是已經有 軟炮腔的出現 NTRON的出現 當軟炮發育成熟之後 它的NTRON會膨大 形成單一的空腔 這個時候準備要將軟排出 所以這個時候的 FOLICLE 我們把它稱之為 MATURE FOLICLE 接著軟炮就會將軟子排出 這是已經將軟子排出的狀態 之後 軟子排出之後 周圍的濾炮細胞 會繼續分化形成 我們稱之為 CORPUS RUTIN的結構 叫做黃體 若排出的軟沒有左床 則這些黃體的結構 會退化形成白體的結構 CORPUS ARPUCANS 接下來要介紹 舒軟管的結構 這個是舒軟管 Uterium tube 也可以稱之為OV duct 或是稱之為Fallopian tube 它的長度約10至12公分 整段的舒軟管 我們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靠外側端這個部分 它呈漏斗型 我們要稱之為舒軟管的漏斗部 在它遠端的地方 會形成許多脂狀的凸起 我們稱之為散 Fimbria 散的主要結構 的目的是幫助 可以引導軟子 進入到舒軟管 然後在整個外側端 這邊是一個開口 這個開口是在 附魔槍內 在近端一點 約對站舒軟管的三分之二長度 這段我們稱之為 舒軟管的 腹腹部 ampula 這段是舒軟管最長的一段 也是較寬的一段 這段主要就是發生受精的位置 第三段在近端的地方 約轉整段舒軟管約三分之一長 這段我們稱之為 Isthmus 霞部 是比較縮窄的一段 接著最後一段 第四段 是進入到子宮體的部分 因為這段潛行在子宮臂內 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 叫子宮臂部 intramural part 這段呢 這段呢 則是 幫助舒軟管 往內開口 進入到子宮牆 接下來要介紹 子宮 這是從 後面關 看子宮的樣子 英文稱之為 Uterus 子宮是成一個 約略倒三角形的一個器官 在它的底部 就在上端的地方 我們稱之為 Fundus 在兩端 Fundus的兩端 我們稱之為 Uterine Angle 子宮角 在子宮的上三分之二 我們稱之為 它的Body 下三分之一 稱為 Cervix 這是一個 縱向面的 模型 Fundus 肌部在這邊 這邊是 子宮角 Uterine Angle 這邊是 Body 子宮體 這邊是 Cervix 子宮頸的位置 在這個縱向面 我們可以看到 有腹膜 可以從前 從後到前 覆蓋在骨盆腔裡面的器官 包含覆蓋在 膀胱的上表面 子宮的表面 以及 直腸的前表面 在器官跟器官交接觸的地方 這些腹膜會隨之轉折 形成一些陷凹的結構 在前方 在 子宮體 底部 以及 膀胱上表面之間 有一個凹陷 我們稱之為 Uteral Visical Pouch 子宮膀胱線凹 在後方 子宮跟直腸之間 也有一個凹陷 我們稱之為 Uteral Rectal Pouch 子宮直腸線凹 我們也可以稱之為 Pouch of Douglas 道格拉式線凹 在女性 這個線凹 是整個附魔腔最低的位置 由這後面關的模型 我們可以約略指出 這個線凹所在的位置 這是膀胱上表面 往下 這個是直腸的位置 在兩者之間 有一個比較深的凹陷 這就是子宮直腸線凹 或是道格拉式線凹 在線凹的周圍 有韌帶圍住 這個韌帶是由子宮延伸到後面的肩骨 這韌帶我們稱之為子宮肩韌帶 Uteral Sacral Ligamen 在子宮整體的外型 它是往前傾 這個前傾是受一條韌帶的牽引所致 這條韌帶有子宮腳的位置 往前延伸進入到鼠西部 最後連接到大鷹唇 這條韌帶我們稱之為子宮圓韌帶 Rong Ligamen of Uterus 接下來我們介紹子宮內部的結構 接下來我們來看整個骨盆腔的正中剖面 在骨盆腔內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主要的器官 在女性的骨盆腔裡 後方這個是直腸 前方這個是膀胱 兩者之間 則是子宮 Uterus 子宮是成一個倒三角形肌肉質的器官 它的臂很厚 中間的子宮腔比較窄小 整個子宮呢是成一個前驅前傾的狀態 我們稱之為Antiversion跟Antifraction 在子宮腔 在子宮腔可以約列分成三層 最外層是一層薄的上皮 我們稱之為Epimatrium 在中間主要的是肌肉幣 在中間主要的是肌肉幣 我們稱之為Myometrium 靠內層 是一個會隨著月經週期消長的Functional layer 我們稱之為Andometrium 子宮內膜 在整個子宮可以分成 兩個主要的部分 前三分之二 是子宮體 Body 後三分之一 是子宮頸 Cervix 中間會有一小段狹窄的部分 我們稱之為 Ithmos 霞部 在子宮頸的部分 進入子宮頸的 通道 入口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 Internal Oath 內口 離開子宮頸的 出口 我們稱之為 External Oath 外口 在內口跟外口 會在子宮裡面的管道 我們稱之為 子宮頸管 它是產道的一部分 子宮頸 下端 會凸向Vagina的空腔 所以 整個子宮頸 可以分成 上下兩個部分 在子宮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叫做 Super-Vaginal Part 陰道上部 深入到 陰道上端的這部分 我們把它稱之為 Vaginal Part 陰道部 這段要介紹 女性生殖系統的 外生殖器的部分 女性的外生殖器 並統稱為 女嶺 Viva 這兩個模型 是從 會陰部 底面觀的狀況 這邊是前面 這邊是後面 在女性外生殖器的部分 在尺骨連合 表面 皮膚 以及皮下組織 所覆蓋的這個位置 我們稱之為 陰腹 Moscubes 在成年女性 這邊有毛髮覆蓋 毛髮液會延伸到 會陰部 在會陰部 密尿道及 深植道開口的兩邊 有一段 有一對較大的 皮膚皺褶 這個皺褶我們稱之為 大陰唇 Labia medera 在成年女性這邊 亦有 毛髮覆蓋 在大陰唇的內側 有一對較小 以及顏色較深的 皮膚皺褶 我們稱之為 Labia minora 小陰唇 在這個模型 這邊是 Labia majora 這邊是 Labia minora 分別中文翻譯是 大陰唇 小陰唇 在小陰唇的中間 這個空間 我們統稱為 潛艇 Vestibule 在潛艇這個位置 有三個主要結構的開口 從前到後分別是 尿道口 陰道口 在後方有一對 大潛艇線線管的開口 在潛艇部分的前端 第三 女性有類似於男性的一個勃起組織 這個結構我們把它稱之為 Cletros 在這個模型標示的比較清楚 這是一個身體的半切 但這個模型同時保留了一側的大陰唇 以及兩側的小陰唇 在小陰唇前端的地方 這邊可以看得到 陰地的結構 Cletros 這個部分 是陰地的Body的部分 在尖端 是陰地頭 Glanet部分 沿著 往後邊兩側 會延伸出陰地角 稱之為Cruise Cruise 這模型並沒有做出來 我們回到這邊 Cruise的位置會沿著 坐骨持骨之王 後延伸 同時會被肌肉所包覆 這個肌肉我們稱之為 Eschiokebinosis 因地海綿體基 此外在大小陰唇的皮膚下方 有另外兩個重要的結構 一個結構是一對膨大的球體組織 這我們稱之為Bub of Vestibule 前停球 在前停球的後方 有一對線體組織 我們稱之為大前停線 Great Vestibular Glam 在這個模型也有顯示出來 在皮膚下方 這一塊是前停球 左右邊各有一塊 這個是大前停線 大前停線的開口 會開口向 前停具有潤滑的功能 在這兩個組織的表面 亦有肌肉覆蓋 我們稱之為 Bubble Spongiosis 求海綿體基 這段我們是要從正中剖面 觀察女性生殖系統的外生殖器官的部分 這是一個正中的剖面 這邊是骨盆腔 會音部 這是齒骨聯合的位置 在齒骨聯合表面的皮膚以及皮下組織 這部分的結構我們稱之為 陰腹 Morphs pubis 在會音部 有一對比較大的皮膚皺 我們稱之為大陰唇 Labia medera 在大陰唇內側 有一對較小 顏色較深的皮膚皺 我們稱之為 Labia medera 在小陰唇的前方 有女性的勃起組織 我們稱之為 因地 Cletarus Labia medera 在兩邊的小陰唇中間所夾的空間 我們稱之為前庭 Vestibule 在這個模型 可以看到在前庭部分 有兩個主要結構的開口 一個是尿道 這個開口我們稱之為 尿道口 Uraceae open 在後方 則是深植道的開口 也就是 陰道口 我們稱之為 Urgina orifice 在陰道口 會有一層黏膜 覆蓋在這個位置 我們稱之為 處女膜 Hymn 願otyyard 首先 您酷 By 您 我們 很高達 我們 為 我們 想 需要 需要 無 許